Hello 大家好,我是絕對話人能DN 今次回來就是繼續劇情 首先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抱歉 因為我首戰誤刊了其中一條片 所以有一部份是沒得出的 而這段路我也已經打過了 不過幸好的是我已經打到另一部份 所以我就知道劇情已經打到另一部份 不過就重新拍過一次 然後我都會再去到最新的防守 好,希羅娜 最近說好嗎?你的精靈帶你很精神 精靈的旅程一起安排好嗎? 這個送給你,氣息要帶 神都遺跡 希羅娜小姐這邊 看你又來了 希羅娜小姐終於找到你了 原來你和希羅娜小姐認識嗎? 我和她約在這裡想了解神都遺跡的東西 我們換個地方說吧 好,我們告辭吧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竟然不敢告訴我 其實有一段路都比較... 我遺跡的影片 即是我遺跡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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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有一些... 特別的對話 不過很可惜 不久給大家看了 對了 那我口述回來了 那就是在說 在養蛋屋裡 有個喬姨小姐 喬姨小姐 喬姨小姐 就說一些... 令人... 很值得思考的東西 就是在思考這個精靈的世界 那個... 世界觀 生態系統 喬 就是捉精靈這個系統 那些人因為捉得太多精靈了 然後就把... 那些精靈不要的 放進雪櫃 勁的那些努力值 性格勁的那些 全部拿出來使用 那些廢柴的那些 全部放進雪櫃 然後又不讓她出來 然後有喬姨小姐就說 如果是... 那個... 雪櫃裡面 不如放他們出來 這個... 養蛋屋 又或者是放生 他們更好 對了 就是這個意思 喬姨小姐 其實她那些字 都... 都比較... 都比較用得... 恰當 還有叫做... 用詞叫做... 對 我覺得挺好的 好 那現在的劇情 就是講到 要過這個 海之慶典 對 最不宜要參加試 如果你參加了海之慶典 然後就在這裡衝過去 就要靠一隻精靈過去 好 一隻精靈過去就沒有難度 只是打管主那段 有點卡卡 對 好 OK 對了 我打管主 對了 還有管主那段我都沒有錄 對 好 不要緊 我打多一次 好 不要讓他看到我 唉... 這個死靈妹 震死你 震死你 暴風雪 不要看到我 死靈妹 好 一定要讓他看到這個 哇 跟我一樣 地震 他有地震 好 是不是這條路適合 哇 會回馬昌啊 好聰明 好厲害 練過三個 這些就厲害了 好 成功了 OK 好 揮一揮 好 好 然後就要打這個 海之慶典的冠軍 他在這裡 就是那個學堂見到那個 不要猜到 你都會來參加海上慶典 自從精靈學堂之後 一直都沒有見到你 真的很久沒見 海上慶典專門為水系的精靈而設 來給各自培育的水系精靈 而我就是上一屆 優勝者受主伯方邀請 出席這次的海上慶典 既然你們都在我面前講話 決鬥 少說廢話 你這個敗者 日招 逆太圈 好 哇 你繼續回吧 繼續回吧 劇毒 帶來消耗型的一個 盾 對 消耗型的盾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配這個 劇毒 自我再生 以及衝浪急凍光線 這幾招 或者是 對 應該很少會配液態犬 因為液態犬會很少 其實 好像是十六分一 不過如果其實 美納斯多血的話 液態犬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哇 真是無聊 上街優勝者已經走了 看什麼 你說優勝者已經被你打倒 這樣打倒你更加有意思 哼 想贏我 不是吧 一個人都把他撐過去 龍毛 地震 哇 用地震 你也很囂張 哇 哇 你很幸運 搞定你了 哼 沒有用的加火 真是無聊 大力的能力 總歸只是這個程度 我來這裡不是因為無聊的事情 狩獵場被火箭兵團釘 所以一定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又在裝偉大 裝英雄 好 我們不理他了 我們繼續回劇情 我們旅程就是要當一個訓練師 又不斷打這個道館 火箭兵團不關我的事 我打完這個道館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道館非常難打 我可以跟大家說這個道館非常難打 我是打得很辛苦 這個館主我差不多打了十多分鐘 才能贏 可能不止 他最後是四打四 那我換完一換 算了 用完這一堆 待會進去就要打了 吉隆家毫無畏懼 赤波應戰不用多人用拳頭來對話 明明是用腳他們 地震之後換鋼鳥 哼知道你懂的 這裡當然是用 這裡當然是蠻蟲 這裡當然是蠻蟲 打死豆粒菇 火拳 很多人跑得快 這裡當然是用 火牙咬艾比狼 陽光打豆粒菇 一拳被人打死了 不要緊 不要緊 空切 好 卡波羅 再空切 轉擊 畫物攻果 和音速拳 多久 屍刀 不需要用 屍刀 我最想要的技能還沒出光 鋼鳥 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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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翼翼 鋼翼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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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 這一個有關 對 對 好 打完這兩個就完了 其實這兩個雙打 都難打 都難打 這樣 好 我和精力有個很深厚的友誼 誰都沒有辦法破壞 用拳頭把精靈擊成碎 又是這些 打波爆 總之爆打 地震魚 再地震 這麼快? 這隻? 地震用空切打黑良寶 反傷 近拳擊 應該死吧 好 因為我知道什麼精靈 還有捉到路 所以我現在都比較輕鬆可以過到這裡 不太難 是管主,管主真的是瘋狂 很瘋狂 我又不想 又不想特地去練其他蟲 因為我覺得過鳥都已經夠厲害 但是差在沒有那招 是叫做拍翼 即是飛行系那招技 我沒理由學其他飛行技 什麼飛天那些 根本沒什麼用 給一個時間來去開這個強化技能 飛天這招技 看看 我不太記得他第一隻是什麼 最後那兩隻一定最... 我記得了,第一隻是怪力 我這裡不裝得正反 我這裡一定要裝那個... 力量頭巾 對 因為他熟了那招 爆炸拳 對了,還沒放 好 看看 這裡我會拿走黑魯家 因為黑魯家其實... 黑魯家不是不厲害 但是他的血量太低 比格鬥系和水系打一定死眼 而且這裡有非常多的飲速拳 那些神經病 珠珠修痕本就注意到 打扮仔 關掉這個水喉 看你怎麼關掉 關掉這個水喉 有沒有見過這麼沒禮貌的人 我就是這麼沒禮貌 跟你說 先測試一下 不對 真的傻了 一這裡測試就會切掉 我最新的測試 地震 不要 你又會心不激 然後你又... 哦...輸了 哈哈 我可以很肯定和大家說 我已經輸了 因為這隻真的厲害 神經病 他一爆炸拳那一下 其實我已經輸了 除非是... 打不到 不是 除非是暈不到 打不到就是其次 暈不到才是很重要 穿洞繩 不要握在手 不要經常握穿洞繩在手 不要經常握穿洞繩在手 可以嗎 這麼貪玩 這麼白眼 方向盤 阻礙他受痕 有沒有機會 金無禮貌的人 好 哼 切斷這個水喉 看看你怎麼受痕 真 不要暈了 這才是最理想的打法 這裡用鋼鳥打 衝前 蘑菇包子我的天 解碎果 我這裡當然是吃藥 還跟你打 總之幾根槍 哇 算了 我不會了 我是什麼道具 我沒有裝道具 難怪我沒有裝道具 哇 神經病 死了 我死了 神經病 一下子還載了大半 好玩完 嘩 還要轉斗粒菇 來虐殺我 其實應該可以的 不過 不過就要醒 打斗粒菇的場合一定要馬上醒 如果醒不到就像剛才那樣 就要吃完解碎果還是打不贏 提升25%傷害 試一下 我沒用過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力量頭巾打贏 因為如果命動的話 扣我太多血了 對 扣我這麼多 其實也不算到 不過就比較麻煩 空前 你夠膽你 你夠膽你就不要用睡覺 哇 要睡多久啊 轉隻 轉隻雪紋 一拳打到這個樣子 一打鬼了 神經病 毒 好了 用什麼技都沒有用 我知道 衝浪 不痛 地震 應該痛 哎 不痛 反而我比較痛 我那時候怎麼過呢 應該是這樣過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什麼改變 尊國維吉一定不是 所以我一定是用力量頭巾 雪紋 我有沒有裝道具呢 那時候 應該也有的 好 這個阿死真是超難打 不要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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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副鋼鳥 衝刺 他真的好煩 睡覺 你繼續用同事機關出來 哇 他已經馬上換了 好啊 音速拳 一夜撞死 不過其實沒有了這個鋼鐵我又沒有了一個很大的戰力 他在做什麼? 大力華 技花 技身 一拳打死我 地震魚 神經病 我又要再打一次 神經病 這裡打不贏 這裡其實已經輸了 因為他有加速特性 再加劍武 我神經病 所以我過了又是不可以這麼快死 再來 我又輸了 雖然我打得辛苦 但我捉到路 又會心 不公平 切 醒啊 醒啊 他要用子彈拳 出現音速拳 又分了 神經病 走 轉奇花 奇花好不好 奇花 奇花 對他們有用嗎 有OK 然後放 然後... 轉衝轉翼雪盲 睡久一點 麻煩你 睡久一點 撞 低V仔 怎麼會這麼快醒 我還沒醒 你公平嗎? 我不公平 黑雷帽 地震呢? 一腳飛塞兜了一半 神經病 這個導管真是 現在才用... 現在才先制 已經沒有意思了 其實都有機器了 不過可惜的就是... 降料頂不順 還有爆擊 這裡如果打自己就馬上玩完 你看 兩次打自己不用玩了 用這個... 奇異花之後給那隻... 蛇文紅 直衝紅去復古呢? 最好的打法就是這樣 第一隻他有子彈拳 但是不行 他有子彈拳也會打死我 射文紅 有機會 唉...照舊吧 照舊 照舊在斗粒菇裡睡覺 然後再用直衝紅換寵 爆炸拳 啊! 唉... 雞要出來了 嘩...我都考得多 嘩...一彈拳 一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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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不中碎粉 好厲害 好厲害 75...關鍵時 中一下 已經不是好日 好日都不出你一次 奇異花 打這個導估 我之前好像只是用奇異花 用寄生種子 一彈拳 呃... 地震 震死他吧 打靶仔 降機 降機 他真的...他真的長長都是這樣 我那隻也是長長都睡很久 這裡要走 如果不走一定會睡我 或者用音速拳 死瘋子 走 我猜到音速拳 岩石風 是死了 換這隻 之後用地震 或者沖浪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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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黑雷霧 黑雷霧的話 其實他也是用格鬥技 一下子鬥起來 死瘋子 他什麼時候會反傷 思念頭鎚 嘩...他不懂反傷 好 這是最後一隻 但最後一隻沒有意思 我用普通技打不贏 好 試一下吧 照舊試試 不過不是我裝氣色都沒有用 他有先制技 剛剛才醒起 OK 抖粒菇 抖粒菇 抖粒菇出奇異花 奇異花 一來 奇異花 催眠 沒有命中我的天啊 已經好 都不辱你了 奇異花 聰明一點可以嗎 又放斗 又放斗 唉 他真的很噁心 那些技配得 噁心技 快泳蛙 這隻 地震 還要有催眠 這隻 又是60%催眠都中 我該死的75都不中 永遠投啊 嘩 然後 飛人道館易打 龍道館輕鬆 龍道館換了小光 立刻搞定 鬼是道館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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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是道館 兵是道館 兵是道館卡得厲害 還有這個格鬥系 這個格鬥系也是卡得厲害 這個格鬥系很難打 這個格鬥系 有沒有人可以比較輕鬆過這個 我真的想知道 震死你了 他一來弄我這樣的爆炸拳 我真的抵受不住 鬼是道館 鬼是道館應該OK的 這裡 我剛才盛氣 鬼是道館應該OK 或者有人如果用鬼是過 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輕鬆到過到這裡 唉 終於中了 這個打巴仔 不要寫啊 嘩 他真的 他真的不得了 這裡 多少回合 剛才第一回合睡了 第三回合 好像 第三回合就醒到 他是什麼 來的 我的睡五回合都不醒 很不公平 唉又睡睡 然後又睡三四回合 唉 終於醒了 射身座 什麼 火雞 這隻 沖 浪 泥掌馬郎 哇 悶有命中 好厲害 好厲害 死定了 那我 哼 唉 黑雷姆 兵拳啊 好厲害啊 除非我抓一隻勁寵來 渡過去 其實 勁寵 對 一直有隻勁寵在我那裡 就是啟暴龍 但我沒有練到 有啟暴龍應該容易打很多 不過真的看運氣 這裡 嘩 打他 豆粒菇用奇葩 睡粉 唉 不錯 不要醒著 警告你不要醒著 哎 終於不醒了 看有沒有機會開一隻打贏 嘩 嘩 音速拳 該死吧 我也有 他這隻有沒有先制技 我忘記了 他有沒有 不知道 試一下吧 沒有啊 Good Job 火子雞好像都沒有先制技 怎樣 哎 Good了Good了Good了 閃電拳 哼 火雞 搞定 贏了 這裡用 地震魚 地震 哇 飛失踢 哇 我的天啊 救命啊 我不想打 思念頭脫 啊 神經病啊 唉 為何他的飛失踢可以每次都中 有 他的飛失踢不是應該不中 對嗎 他也是打傷我都中 剛才是怎樣 剛才我是打不 是打不贏那隻 咳 他比我快 所以就 所以就什麼 他比我快 這樣的話我只能加速度 沒有啊 推速度 又或者 有沒有什麼可以用啊 沒有啊 只有命慾而已 但是命慾也是不夠快 沒有意思啊 等一下 沒有啦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用 那還是先裝上 氣色頭筋先 正反這裡也不厲害 先制之爪 正反 不裝力量頭筋會不會差不多 這隻可以裝專外圍根 再試一試 真 可以了 打到一半就可以了 哇 搞錯 這樣也不會 還要爆擊 真的好斑斑 火雞 算穩 好波 是他好波 哈哈 黑雷姆 嘩 一腳踢完再加會心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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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佩服佩服 是怎樣練到可以100%命中的呢 他 我也是有幸 好像之前 打那陣子 都好像是 看過一次 他反傷了 這招是反傷的 沒有記錯 打不中 就馬上死了 唉 衝來會不會好一點 不會 唉 要換重 換做 皮花先 都輸了大半 這裡 哇 真的 真的靠那隻 打了 還要一補 力量頭間 馬上玩完 撞你 唉 玩完 兩發射死了 嘩 打他 唉 已經玩完 只剩下這隻還不玩完 看看 他哪隻有先制 應該可以 睡 唉 撐不住 嘩 好球 是好一開始 一滴血都不扣過了 這些怪力 看看 這隻就是用奇異化 睡 好球 別這麼快醒 我跟你說 等我先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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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今天 火雞 火雞的話 其實可以轉做地震魚 因為地震魚之後 會用起死回生 怎麼做呢 如果我這隻有神速就容易打很多 可以收 一下子收 先收 不用轉 用這隻先制 這裡我打火雞 他一定會死 然後他劍武加速 或者用格鬥技 但還是我死 這裡轉地震 還有 大力 算了 照樣打 不是喔 好像還有一隻黑雷霧 欸 我快點 撞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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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贏到了 打擊廢章 終於成功了 接著要跟這隻人打 這隻人你知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遇到首領 他就改變了他的世界 因為一直之前都是不斷 像我一樣打這個道具 我忘記了 好 沒有我沒有你那麼厲害 我承認 我必須承認 我都不會拒絕 好啊 好 94 92 他一來好像 忘記用什麼技 他開劍王 嘩 地震啊 嘩 不用死的 液態尾巴 正反 糟糕 好想偷 但是我沒有道具 催眠笨 欸 如果我可以先制之戰 可能贏到 可能 可能 如果可以我也想試試 打贏這個92 這個人 壓屎 什麼事啊 哈哈 我都不用灰心 把這個正反交給我 嘩 如果我偷出去 我就有兩個正反 好 關於拳擊石板的事 我不清楚 不好意思 怎樣 不是不是 都是沒辦法的事 如果有什麼相關消息 再聯繫我 好 怎樣 對了 前方高能 非戰鬥人 速速離開 好 這是代歐奇奇 怎樣怎樣 看到這三條牟利 果然跟情報一樣 這個代歐奇奇斯出現 就是獸獵場 真是來自宇宙的精靈 代歐奇奇斯 都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精靈 然後 對於我們火箭兵的價值 應該不會單憑於稀有 價值 價值 價值不是科學家追求的東西 我追求的是各種無限的可能性 不過硬要各它的價值 不妨可以用你們的手段來衡量一下 意思就是說 看看有沒有那麼強大 那就等力量衡量一下 好 好 那個是 這個就是它的絕招 姑且稱為精神擠壓 鎮壓 這個強大壓超能力的技能 威力主要超過我們所知的超能力技能 大超能力的攻擊對我沒有效果 正蠢才 你以為神獸只有一招技 立即換了形態 難咦? 形態改變了? 這個就是代歐奇斯的特異性 改變形態 這個就是體負責防禦形態 那麼集中的攻擊如何? 好 再變形態 速度型 形態又改變? 果然不是一般的強大 果然是具有無限可行的理想素材 你以為如何捉這個代歐奇斯好? 好 捕捉素材的方法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它是生物就有一定的弱點和體力限制 好 結束了 但代歐奇斯會出現在這裡 一定有什麼吸引著它的物質存在 我建議火箭兵團繼續留守在這裡搜索和調查 說不定會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 我明白了 那我和倫達就在這裡查吧 你們就先回基地 好 那你今集經常來這裡 下集繼續 下集應該會是打火箭兵團系 下集就是火箭兵團 再跟大家說就抱歉 因為我就誤剷了一條片 所以我有一條片就沒有了 另一條片就現在拍回 不過有些位置就真的找不到 有些位置就找不到 上一集打普通系道館 還有就是穿過我的樹林 樹林穿過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是打一些勁敵 那些勁敵的話就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是在 山彈屋裡的喬姨小姐說的那一段 就是說 現在那些人著重性格 努力籍 種族籍 那些廢的個體籍就丟掉了 那些 然後就寧願抓他們進雪櫃 就不把他們放生 以及擠進山彈屋給他們走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都比較特別的那個 不過很可惜那個就 我自己就沒有 就手箭剷了 對了 再講一聲普通 那我們下集轉到找 DN再見 拜拜